据报道6月1号晚美台在华盛顿签署21世纪贸易倡议第一阶段协议 请问中国外交部队此有评论 中方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包括商签任何具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定 美官方执意与台湾民进党当局推进所谓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 执意签署有关协议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违背美方做出的谨与台保持非官方关系的承诺 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所谓倡议不过是美方打着经贸合作的幌子 对台予取予夺敲鼓吸髓的指挥棒 是台湾民进党当局为谋独私利 不惜出卖台湾同胞和企业切身利益 害台卖台的投名状 是美国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最新例证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立即改弦更章 停止与台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停止推进并立即撤销所谓倡议和协议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否则由此造成的后果必须完全由美方承担 我们关注到日前外交部在官网发布通知 宣布自6月1日起在驻外使领馆全面实施海外远程视频公正 可否具体介绍一下有关情况 中国驻外使领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正法 维远纳领事关系公约 中外双边领事条约等规定 依法为长期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公民提供公正服务 对于涉及房产和其他重大的财产处分 以及股权交易等公正 驻外使领馆无法直接为当事人办理 他们有时候不得不为此回国 需要付出较高昂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针对海外侨胞面临的实际困难 外交部和司法部联合推出了海外远程视频公正 根据这一安排 国内有关公正机构同意受理之后 海外侨胞只需要付中国驻当地的使领馆 在领事官员的见证下 通过与国内公正员视频连线完成公正程序 海外远程视频公正自去年5月 在部分国家实施以来 有效地解决了当地侨胞的燃眉之急 受到普遍欢迎 为了让更多的侨胞少花钱 少跑腿 办成事 享受到这一互联网加领事 新服务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自6月1日起 全球具备条件的196家中国驻外使领馆 合近300家国内公正机构 可以为海外侨胞提供远程视频公正服务 有需要的侨胞请及时关注中国驻当地使领馆发布的通知公告 外交部驻外使领馆将同司法部和国内有关公正机构一道 努力为海外中国公民提供更加优质更加贴心的服务 这不是一个外交问题 关于台湾问题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 也是非常明确的 我们呼吁有关当事方坚持人道精神 坚持科学理性 坚持沟通合作 严格遵守核安全公约等相关国际法 避免采取任何危机核设施的行为 全力避免任何意外的发生 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安全安保问题 只是乌克兰危机的一个方面 其解决最终取决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前景 各方应着眼和平大局和共同安全相向而行 为重启对话和妥善解决 包括核电站安全安保在内的有关问题 创造有利条件 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更应发挥负责任 建设性的作用而不是拱火交游 中方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 为推动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 发挥建设性作用